2001年,安徽省荡山县工人们意外地挖掘到了一座古墓,而这座古墓中,躺着一具诡异女尸,即便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尸身完整,皮肤柔润有弹性,并且散发着奇异的香气,人们纷纷推测它可能是清代乾隆年间的香妃,然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欢迎收看剧谈史,点个订阅不迷路,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 神秘女尸体现世,在安徽荡山一处平凡的建筑工地上,挖掘过程中露出了一枚红漆棺木的一角,这一发现引起了现场居民的惊叹。 这是一座古墓,好奇心驱使下,他们将棺材挖了出来,急不可耐地打开棺盖,被打开的一瞬间,一股奇特香味便从棺果中传了出来,工人们纷纷凑上前去查看,只见里面躺着一具身穿清朝服饰的人, 尸身尚未腐烂的女子。 她的遗体保存得十分完好,皮肤仍然富有弹性,就像是刚睡着一般,而那股奇特的香味就是从她身上传来的,工人们纷纷惊呼,这怕不是乾隆皇帝的香妃吧。 众人点起脚尖,伸出修长的脖梗,只见一具栩栩如生的女尸躺在其中。 她的面容精致,妆容精致,仿佛沉睡在其中,身上穿着厚重华丽的清朝服装,佩戴着无数的金银珠宝。 起先,工人们看到女尸的时候是有些害怕的,毕竟一具胃腐烂的尸体已经超出了她们的认知范畴,甚至还有人觉得女尸会诈尸, 可等她们看到官国里面的美人后,所有的恐惧就都烟消云散了。 这一瞬间,所有人都被她的美貌所震撼,不禁惊叹,她真是一位绝世佳人。 只见一位年轻女子在一个露天的大棚里躺着,全身布满了血迹,众人沉迷于观看。 直到过了二十分钟,女尸因暴露于空气中而发生氧化反应,导致肌肤逐渐变得有黑腐烂。 最终从梦中醒来,人性的贪欲驱使着所有在场的人, 他们争先恐后地争夺着官国内和女尸身上的陪葬品,甚至摸走了女尸身上的一件饰品。 当考古队赶到现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金银猪士已经被抢掠一空,衣服也被强行拉扯开, 甚至女尸本身也遭到了严重的损毁,令人痛心的是, 第二天他们看到的是一具被遗弃在荒野中的可怜尸体。 女尸已不负当初出土时的一态,衣冠不整,发丝凌乱, 无疑是,颈尖有T型创伤,肌肤一以腐朽发黑。 被洗劫一空的女尸,唯有尸体口唇上残留的胭脂和手足指甲上绽放的鲜红扣单, 方能印证她出现人间时那令人心最神迷的美丽。 尽管考古专家们对文物进行了紧急处理保护, 并对古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 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和条件所限, 尸体已经氧化,失去了回天的能力, 犹如心追夫人一般,宛如活人的女尸,令人难以忍受。 女尸身份沉迷,在女尸的墓地中, 并未发现任何记载其生平的墓之名或类似物品, 同时,当地县制也未有相关记载, 因此,专家们只能通过对她的外貌、服饰、 陪葬物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推断, 以确定其身份,根据测量结果。 这具女尸的身高约为164厘米,身材匀称, 四肢关节还能灵活活动, 如果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那么这具女尸出土时的容貌秀美, 妆容精致,服饰华丽, 她的身份或许会显得与众不同。 随后,女尸所携带的陪葬品被全数追回, 其中不乏珍贵的金银玉器, 这一系列证据更加凸显了女尸的非凡身份。 经过细致的检查, 专家发现女尸颈部出现了一道令人震惊的T型伤口, 足以造成致命性伤害, 难道女尸身上真的有刀吗? 或许此为女性遗体的事实原因。 恐怖的T型伤口, 专家仔细查看尸体颈部后, 没有发现异常, 经过深入的检查和探索, 专家得出结论, 根据伤口外翻的形态来看, 这是一种非生前所致的伤害, 而是在死后被切开的。 根据专家的猜测, 很有可能是在女尸出土后, 众人抢完财物后自散而去, 其中一位聪明绝顶的人, 想到了古代人下葬时, 嘴里含着珠子。 于是在半夜偷偷来到工地, 掰开女尸的嘴后, 却未能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于是她残忍地割开喉管, 去寻找不存在的宝物, 最终导致了这道丑陋的伤口。 据所知, 女尸在其生前并未经历任何外伤, 专家们发现, 女尸的腹部呈现轻微的隆起, 这或许与她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因此他们怀疑她在生前可能怀孕。 从图中可以看出, 女尸的腹部有明显隆起。 相传, 湘妃是回族部落酋长或极战的王妃, 身上有一股奇特香味, 甚至可以吸引蝴蝶。 当年回部叛乱或极战被杀, 而湘妃却阴长得漂亮, 被送给了乾隆, 乾隆对湘妃可以说是一见倾心, 可湘妃却始终不从, 最终被太后赐死, 这么看来, 这句女尸身上也有奇特的香味, 确实有可能是湘妃。 女尸的身份会是湘妃吗? 不过这个猜想很快就被推翻了, 因为像传湘妃死后, 被运回了家乡安藏, 因此新疆喀什也有一个湘妃墓, 更何况湘妃在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 她的名字最早出现在清末时期的小说和戏曲当中, 也就是说历史上很有可能并不存在这个人。 这么一来, 关于女尸身份的线索又断了。 不过在荡山当地一直有一个传说, 说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的时候, 曾在这里暂时歇脚, 地方官员为了哄乾隆开心, 便向乾隆进贡了一位当地的貌美女子, 乾隆与该名女子春风一度之后, 便继续自己的行程。 没想到的是, 这名女子不久之后, 竟然怀上了皇上的孩子, 乾隆的孩子便是皇子, 这名女子本可以母平子贵, 借此获得荣华富贵, 可是怀了皇子的女性, 在乾隆的后宫中是十分被嫉恨的, 皇后得知Elly这个女子的存在。 害怕自己地位受到威胁, 就暗中派人杀死了她。 乾隆听说之后, 虽然跟这名女子并无感情, 却也因为她肚子里怀着自己的孩子, 而感到惋惜, 所以就让手下帮证明不幸女子秘密下葬, 规格远超平民。 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皇家丑闻, 官方文件并未记载, 仅在民间广为传颂, 假若此女士身怀六甲, 那么很有可能她是当地传说中 被献给乾隆皇帝, 却因怀孕而被刺死于宫中的一位美女。 女士身上的清朝服饰, 虽然年代久远, 但上面图案依旧清晰可见, 专家在衣服上发现了蟒图, 以及金线绣成的麒麟补子, 女士身上的衣服细节。 在清朝时期, 等级森严, 不同品级的文武官员, 官服上的补子也不尽相同, 而麒麟补子, 一般只有一品五官可以用, 一品五官一般都是大将军级别了, 可专家们并没有听过, 清朝有哪位女子混到过一品五官, 顺着这个线索, 专家了解道, 她应该是清朝时期某位一品五官的正式妻子, 是皇帝册封的告命夫人, 可能是本地人嫁给外地官员后, 在外地过世, 后来又被葬回故土, 散发异乡的原因, 虽然女士和官果都被带走了, 但消息还是在当地传扬开来, 尤其是官果刚刚打开的时候, 那一阵浓郁的香气更是被传得神乎其神, 身上自带香味, 被下葬后, 香味也没有消失, 考古学家也沿着这条路进行了探索和研究, 可既然不是香飞的话, 这个香味又是从何而来的? 随后, 专家对女士的棺木进行了检查, 终于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原来女士的官果分为内外两层, 采用了三套官, 外部有两个果, 内部则是一官, 里面是柏木, 外面则是楠木, 中间还专门填了一层青高泥, 在两层官中间用土填室, 形成一个小水池, 以防止水分蒸发, 在三层官果之间填充了石灰胶泥等材料, 以确保棺材的密封性得到充分的保障, 这使得官果内与外界空气隔绝, 使得女士很好地保持了下来, 此外, 专家还在官中发现了一些中草药, 虽然已经腐朽干枯, 辨认不出, 但专家猜测, 这种草药会散发出一种奇特的香味, 一方面可以驱赶虫子, 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尸体, 而女士身上的香味, 应该也是来自这些中草药, 中草药散发香气, 由于这些程序的运用, 女士得以在开管之时, 散发出令人陶醉的香气, 令人难以忘怀, 这是由香化师和女士, 共同营造出的特殊氛围, 也是香化师为女士带来的一种独特的魅力, 香气的源头并非在于女士本身, 而是来自于周遭环境的微妙变化, 也正是因为这些工序提供了绝佳的保护, 让土壤里的微生物和昆虫无法进到棺果内损害女士, 也让棺内的细菌无法繁殖, 进一步的, 专家们还发现女士在下葬之前, 经过了一系列的防腐处理, 包括药语, 冰片填充和香料涂抹等, 女士才没有受到腐蚀, 这也说明了女士为何能够保存完好, 而且散发出香气, 这才有了人们看到的宛如活人的女士, 如今, 这具神奇的不服女士, 如今还被保存在安徽省宿州市萧县的博物馆中, 感兴趣的人们仍可以去一睹这位清朝女子的真容, 这具女士的发现和研究, 将有助于揭示中国古代社会的生活和文化, 深入了解清朝时期的宫廷制度和宫廷文化, 同时, 也可以为当代社会提供重要的历史和文化遗产, 开展相关的展览和教育活动, 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